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2月5日中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 欢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中国农历正月初五 人民大会堂张灯结彩 冰敦敦 雪融融 笑容可居 春联福字 简纸年画 中国节 年味浓郁 11时30分许 国际贵宾陆续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涉及而上 礼宾列队欢迎致敬 国际贵宾们穿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廊道 不时驻足欣赏 一段精华版的中国庙会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八方来宾的热烈欢迎和深情厚意 习近平和彭与贵宾向国际贵宾热情挥手致意 习近平和彭与贵宾同国际贵宾一起合影留念 金色大厅 花团锦簇 流光溢彩 北京冬奥主题花团 雪飞天 雪油龙 雪如意散落在银庄素果的绵延丛林和绿意盎然的辽阔平原 展现出一幅美丽的中国画卷 花团中央 北京冬奥会会徽招式各国一起向未来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迎宾曲中 习近平和彭与贵宾同贵宾们步入金色大厅 宴会开始 习近平发表致辞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对所有关心和支持北京冬奥会的各国政府 各国人民及国际组织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指出 昨晚北京冬奥会在国家体育场正式开幕 时隔14年 奥林匹克圣火再次在北京燃起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中国秉持绿色 共享 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 全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认真兑现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确保了北京冬奥会如期顺利举行 中国通过筹办冬奥会和推广冬奥运动 让冰雪运动进入寻常百姓家 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为全球奥林匹克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 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 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 我们应该牢记奥林匹克运动初心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我们应该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 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我们应该践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 持续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坚持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中国刚刚迎来农历虎年 虎象征着力量 勇敢 无畏 祝愿奥运建儿像虎一样充满力量 创造佳绩 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北京冬奥会一定会载入史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 他们代表国际贵宾 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的盛行款待 祝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圆满成功 他们表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昨晚杰出非凡 精彩 神奇的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中国人民以效率 决心和活力著称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还是举办北京冬奥会 都已经证明了这点 中国提前实现 让三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 将永久改变世界冰雪运动格局 使中国和世界都从中受益 尊重规则 尊重彼此 通过和平良性竞争来团结世界 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 也应成为世界各国的目标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 更加需要团结与合作 希望国际社会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超越分歧 一起向未来 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明天 宴会在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行 王沪宁 韩正 丁薛祥 孙春兰 杨洁篪 蔡奇 王毅等出席活动